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一生有很多兴趣 抽烟 喝喝小酒 打打牌 爬山 踏青 什麼 如果你的兴趣有一樣是佛法 是拜佛 或者你會念佛 念經持咒 你這個兴趣千萬不能丟掉 因為這個兴趣 你如果好好地正視它 它會解決你生命中所有問題 它會停止一切的痛苦 比如說你的兴趣是爬山 你爬山爬一百萬次 你的人生問題也不會解決 你的兴趣如果是打牌 你打牌一億次每次都贏 你只有更加痛苦 為什麼 貪欲更加的吃盛更煩惱 所以有很多的痛苦都在佛法中解決 你如果去弘扬佛法 你無形中造福利益 救了很多人 一般人 像我們這樣的凡夫數字 一般要救很多人 哪有那個機會 你到街上逛 然後在你的車子上插個 其實上面寫救人 在那邊叫救人喔 我要救人喔 你看誰要給你救 你可能還遇到一些麻煩 對不對 比如說想要欠你的錢的 想要跟你借錢的 他說救我啦 我需要錢 你會遇到這種 真實幫到別人嘛 真實救別人 真實改變人家的命運 乃至一個人 乃至一個家庭 乃至一個社會族群 你要好好學佛修行